我先這樣講 第一個翁達瑞真的是一個250 他智商有夠低了 到底怎麼當上教授 真是令人覺得很困惑 你看他講什麼 柯智恩涉及論文抄襲被我揭發 揚焉提告求償1000萬 哇 這麼好康 我又要開始抄襲論文發表 每被揭發一次 我就可以提告求償1000萬 翁達瑞你真的很笨 這有邏輯上的謬誤吧 第一 你真的抄襲 你要跟人家提告什麼1000萬 對啊 你憑什麼 1000萬是要告銀才有 這家戶士到底怎麼搞 我跟你講他家住在加拿大 Ontario 柯智恩真的行的話 早上去他家門口按電鈴 這種硝小之輩 就是躲在網路後面 陳英豪 然後塔律班又特別笨 覺得是個教授了不得 靠以前他賺中國錢 他已經在中國大學當教授 你有沒有搞錯 連敵我都不分 你現在是一個跪舔中國的教授 結果你在那邊說好棒棒 好 拉回陳其邁的狀況 我真心覺得 陳其邁的運動傷害 其實是來自於當年被 運動傷害 真是運動傷害 就是罷免運動造成的傷害 他當年硬是被罷函四軍旨拉回高雄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暖男 跟另外一個暖男是中央防疫主力 他們如果繼續做兩年下來 那輪到陳時中在那邊開記者會 搞不好是陳其邁天天開記者會 開兩年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進入接班梯隊 要接行政院院長 那兩年之後他現在在高雄 在跟柯智恩對抗 在跟基進黨的一些 阿薩布魯的候選人在那邊瞎混 在那邊嚕貓 那你覺得哪一個人生比較好 如果陳其邁可以選擇的話 他寧願繼續排入接班梯隊 當行政院院長之後 搞不好連副總統都有可能 結果他現在一個跌了一跤 被拉回高雄之後 他至少兩任要做完 才有辦法再去排接班梯隊 那你覺得對陳其邁來講 到底哪一個東西比較合理 哪一個東西比較爽 我坦白講 高雄現在有非常多的問題 不要說治安而已 而是台積電的那一塊地 它底下是有化學污染的 你能不能照時間清完都不知道 清完的話 台積電能不能照進度施工 你也不知道 但是進度都不知道 結果那個房價都漲上來了 房價跟物價都漲上來了 那你去問高雄的居民 他有沒有覺得過得比較爽 沒有呢 最近高雄常跳電 而且還有那個叫什麼 平婆什麼什麼小數的 就湊跟大便一樣 那高雄人的生活品質有提升嗎 我們這樣講 請大家不要以為民進黨的洗腦能力 是有通天之能 我跟你講我認識很多高雄人 他就中產階級 他現在也覺得過不爽了 東西變貴了 然後房價變高了 可是台積電還沒到 然後空氣污染跟水質的污染都還在 然後又跳電 那你覺得在高雄 高雄比台北平均熱上345度 那那麼熱的天氣又跳電 你覺得在高雄過得很愉快嗎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這個洗腦可能會踢到鐵板 洗不成 洗到一個程度 當你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的時候 你就去問嘛 高雄物價有沒有上升 台北物價也上升 但是高雄店價不漲嗎 高雄開冷氣的時間 難道會比台北短 怎麼可能 那你1000度的花費 你在高雄是不是比較容易達到 我最近在看我的網路上面 有開電的網友 他直接說我這條路 除了我之外每一家都倒了 所以就只剩我在開火鍋 那你覺得對他來講他會高興嗎 他也不高興耶 不要再看激進黨這些阿斯坦布魯的人 每天都在那邊打外界的地方 幫幫忙 激進黨唯一一個選上過立委的 現在已經脫黨了好嗎 那激進黨現在還剩什麼 你再看一看 我們講得更直接一點 民進黨選上在選舉之中 他是不需要這些側翼小黨 你看看整個台北市 整個高雄市 他們有在禮讓激進黨嗎 沒有耶 激進黨現在都是炮灰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 握他之旁 豈容他人酣碎 所以我拉回來講 陳其邁真正的運動傷害 是在於我本來可以接行政院長的啦 但是現在我被困在高雄是要怎麼樣 不管黨給多少資源 不管台積電去那邊多快 在他的任內都會是陣痛期 你沒看到他為了拆那個高鐵旁邊的水泥 水泥廠整個還倒下來壓垮高鐵旁邊的那個變電站 那對陳其邁來講是好事嗎 我再這樣說今年原本 所以你覺得那些什麼壓新聞蓋新聞淡化處理啊 其實只能也是做到一個程度而已 也只能做到一個程度 我這樣講 原本今年要搬高雄的米其林餐廳 台南跟高雄都做了很多活動 結果疫情這樣 你覺得大家高雄人民會很有光榮感嗎 覺得好棒對不對 那你去去看魏武營 到底一年有多少天人滿為患 那其他不用講 如果今天疫情影響這麼大的話 民生消費都在上漲的時候 高雄人民不可能還覺得很高興 那個洗腦不可能還有用 但陳其邁就更麻煩了 他又不能罵中央 他又不能說這個中央表現不好 你看那件事情 吳秀梅給他過的食藥署那個快篩 陳其邁有忍嗎 他沒有照樣幹中央啊 為什麼 因為你不幹中央就變成你要吞下去 那陳其邁以前是可以做副院長 將來可以做院長的人 他現在跟你在那邊吞食藥署的一個小官 搞出來一個爛事 我覺得這樣講 高雄現在民怨已經沸騰 但是你問我說國民黨會不會贏 還是不會贏 感謝韓國瑜 他走了之後 高雄100年之內大概永遠 國民黨都沒有機會 但能不能夠 柯智恩能不能引起千堆血 可能啊 你就讓柯智恩 我們這樣講 柯智恩去選高雄真的為黨犧牲 因為真的不會贏 而且最近韓粉又在做亂 又在做什麼亂呢 說柯智恩為什麼不要做愛情摩天輪呢 你中狗 那個爛政策嗎 狗都不要 那你如果要愛情摩天輪 你叫那個誰 我又忘了那個傢伙 那個李四川啊 你叫李四川出來主持 你要不要叫李四川上那個愛情摩天輪 表演一下 如何用 你現在都不要 韓國已經過去了 韓粉已經是過去式 請你不要來亂 請大家不要再來亂了 不然難道找張亞中 找楊智良去選高雄又比較好 韓粉會說好棒棒 我們大家一起來 愛情摩天輪 沒有了 還請大家讓韓國瑜 療傷止痛 韓粉乖乖的待在家 就讓柯智恩表現出一個正常人 能夠選舉的狀況是 不要再讓別人出事 自己乖乖任憤咬牙苦撐 撐過去 反正他也不會論文抄襲 你看上一次 硬是推出來一個傢伙 現在他連碩士都沒有 李梅貞啊 對啊 那 這個 不要多講 現在願意選高雄的人 真的很辛苦 請各方各派支持者 你反民進黨 你就好好支持吧 不要在那邊辱小講一堆什麼 不支持愛情摩天輪 柯正當年就被你美白小腿害到落選 他現在還要支持愛情摩天輪 你以為柯正是聖人 不計前嫌 我也露出一個美白愛情小腿給大家看 根本不可能 所以大家乖乖的 認認分分讓高雄 就這麼過了 不要想太多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音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康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